那我請教你一下 我看那個民調的數字 這可能是你這一輩子好 而且只有這一次 最接近總統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下次大概沒有 這一次如果沒有贏的話 下次大概沒有 年紀越來越大 你想贏嗎 我跟你講 到昨天以前我本來還有一種說 隨遇而安 可是我昨天到台南 跟那個基層的老百姓講一講 我現在有個決心是 我不贏台灣的完蛋 那很奇怪 為什麼前天你不想贏 昨天突然想贏 不是啊 我去那個南部看那些老百姓的生活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太慘了 年輕人不怕辛苦 他怕沒有希望 我就問你 現在年輕人 我遇到一個35歲的年輕人 那跟他講話 我講了大概一個多鐘頭 他35歲啊 一個月4萬多塊 他不敢結婚啊 租一個房子一個月5千塊 我說你有租金補貼啊 他說房東不給他報啊 因為報他課稅啊 所以政府說我有租金補貼 他沒辦法用 如果你當總統 你怎麼繞這個萬 這個要解決嘛 第一個 那個房租的守得 房租守得 那個叫分離課稅 就是你不要讓房屋所得 把那個租屋所得併進去 那一定要 要很多措施啊 比方說多屋稅要出來 然後你拿出來做公益 可是很多那種大財團啊 做商場的房子 他的租金收入很多 你給他分離課稅 不是讓大財團賺到了嗎 我們可以設定那個公益設 你意思是說住宅跟商辦分開 分開就好了吧 這個可以 常常是這樣啦 我覺得這樣 要解決問題啊 你只要辯論兩次 就解決掉 通常先Proposal 大家就開始攻擊 洪南軍對抗兩次 所以你看到 老百姓這樣的生活 你覺得這次你非言不可 不是啊 你看看喔 一個35歲他不敢結婚 對啊 住一個小房間套房啊 那裡面 看起來就髒髒亂亂的 他爸爸 他爸爸多大20歲嘛 他爸爸也在抱怨 他說他是做那個 模板工的 台灣現在沒有身份證的外勞 有8萬 這個國家在哪裡 好像有 8萬啊 台灣有8萬沒有身份證的外勞 應該有 然後把整個勞工市場 全部打亂掉 然後就下一個問題 這個到底是誰在包庇 為什麼 如果外勞市場 那你怎麼解決 如果你當總統 我跟你講 就一樣啊 就把它回復市場機制 這個就是我很氣的地方 就是說 每個人都知道有問題 為什麼不能解決 我才不相信不能解決 是誰在包庇 是誰在賺 不然為什麼那個外勞市場 是這麼奇怪的 你很氣喔 看起來你很氣喔 他每一個問題 我聽起來都是有問題 你這麼想贏 想替這些老百姓做事 你贏的策略是什麼 贏的策略喔 還在想 還在想 你要有時間想嗎 這是那一句 傳統打法必敗 所以你要創新 不過老實講 你總不能再辦演唱會吧 老實講 我很認真在演講 沒有一個總統候選人 這麼認真 我還是用100年前 講會水的方法 台灣新文化運動 民眾講座 我贏的策略 可是你的贏的策略有點困難 2008年 謝長廷選總統的時候 你記得吧 對啊 一敗獨地 哪一敗獨地 沒有錯 民進黨當時的聲望真的很低 阿扁的問題一大堆 被邱怡修理的 整個黨都快翻不過來 可是謝長廷拿到 41.55%的選票 他民調25%拿41.55%的選票 那你認為2024年 賴清德會少於42% 這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題目 35%對賴清德 到底是天花板還是地板 民調數字不一定會等於得票數嗎 因為計算不一樣 就是你旁邊還有一個 未沒有回答的人 可是在投票的沒有 那個未回答的人不存在嗎 到現在為止賴清德民調都 35左右 很平都不會變化 所以我們要思考 這是他的天花板還是他的地板 如果他是他的地板 也是他的天花板 假設他是他的地板 我要問一個題目 真的不能打破嗎 我在想這個問題 你的答案嗎 我跟你說 以前台灣的總統選舉 從來沒有這一次 讓人民有這麼強烈的焦慮感 我在南部 我在民間走就知道 你的感受是這樣的 我跟你說 要了解台灣的政治 我們最佳的評論員 就是計程車司機 以前我們是計程車司機 你現在要有一個計程車司機 有時候會訪問他們 外國人他們會跟我回報 我跟你講最準的是計程車司機 以前那個計程車司機 都怎麼講 想這個總統 我也知道他計程車 那還不好 這是他的心態 這一次計程車司機 講話就不太一樣 他說 欸 選不到人家 到底台灣給我嚇一次 在歷史上 這次台灣應該是第八次總統大選 第一次讓民眾有很強的焦慮感 因為以前就想算 我也是 想算我也是在計程車 對啊 是生理好賣的車子 對啊 但是 但是 一般來講他也沒有 對啊 這一次就是這樣 這個總統人權會影響他的生意 會不會影響 台灣會不會發生戰爭 他就要計程車自己去做兵 對啊 跟中國的關係空前緊張 對啊 所以說 我跟你講 表面上 我說 我們上次陪陸戲來台灣 哇 我看那個外國都覺得我們台灣多危險 對啊 表面上我們台灣的民眾 馬照跑舞照跳 哇 他現在民眾很焦慮 是不對 只是沒有表現出來 對啊 意思就是說 你沒有把他點燃 可是 賴清德選票會低於上次的謝長城的比例 我覺得不可思議 我跟你講 就是這個題目 那個地板不能打破 我覺得 如果不能打破 他還42%選票怎麼辦 那就掛了 所以我們還是要把他打破 可是你打破賴清德的那個 你至少要有45%讓選票 沒有 這場選舉大概 你沒有45%的選票 這場選舉大概兩個戰略 一個是地板不能打破 一個是氣保會多厲害 氣保 會多厲害 氣你還是氣候友誼 我覺得都有可能 都可能 這個很清楚 誰贏誰就 另外一個就被氣保 真的啊 我在南部走他知道 可是至少你要拿到45%選票 要靠氣保嗎 不是啊 就兩個嘛 因為35另外對面是65 嗯 對不對 35對65 35是民調 我現在說選票 他投出來搞不好 就跟謝長廷一樣 42% 不一定 我跟你講 阿扁 阿扁 29年才39 還不到 38年多 算39 所以沒有42 因為他 他當時 民進黨從來沒有 這麼大的地盤 阿扁 兩隻腳 糟糕 對不對 現在民進黨 有錢有錢 你要怎麼比 我跟你講 我這一點 我在想的不一樣 如果我們還是那一句 如果我們的邏輯 跟以前一樣 我們現在要打包回家 是啊 地板真的不能打破 對啊 你要做地板工把它打破 把地板打破 這麼把握 試試看 啊 如果你不能 兩個問題 地板能不能打破 氣保有多厲害 兩問題 那好吧 氣保 假設你跟火友兩個人 都是在野的 你覺得火友選票會低15%嗎 這一條我想過 白的頭藍很困難 藍的頭白比較容易 為什麼 你們白的看藍呢 這麼看不起啊 不是不是不是 你看喔 黃珊珊就看出來 那個已經氣保這麼嚴重 還有還有一塊25% 你要知道齁 因為白的支持群眾 你知道 他是年輕人 對 他跟那個不太 他說他不太容易動 所以對我們來講 是我們是加上去 你現在是故意叫呼籲 藍的頭女 氣保火友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我在 我在地面上走 深藍對抗的支持率很高 你不要很好笑 我有發現 對啊 可是要到達氣保 到很乾淨的標準還很難吧 他就看仇恨值多高 所以常常是這樣 有時候他不是支持你 他實在太痛 難道 難道 你要冒一個風險 說侯友宜可能 拿15%以上的選票 你就當選不了了 沒有啦 所以說還有時間 再看 還有五個月啊 五個月的時間 是在氣保還是合作 沒有啦 再想想看 這個就是我們當外科醫生 最大的優勢 為什麼 我們都可以最後一秒做決定 我們很習慣這種生活 這是人死 但是開刀下去怎麼辦 沒有 我跟你講喔 你要知道 外科你知道 照一張X光片 那發現橫河沫下有空氣 如果是內科你知道 再做個超音波 檢查不出來 再做個電腦斷層 等他做出來人就死了 外科是看到橫河沫下有空氣 他的判斷是 肚子裡面有地方破掉 可以是膽囊破掉 小傷破掉 大傷破掉 甚至膀胱破掉 都可能 請問一下 現在國民黨哪裡破掉 不是直接肚子打開看就好 你要把國民黨肚打開 不是 我說外科跟內科邏輯不一樣 內科就是說 這個要診斷清楚 才可以開刀 對不對 外科是 我做這個動作 會不會影響後面的治療 不影響就開刀